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网路 报纸 但是 我有时候看了里面的错误很多啊 譬如说我过去服务的联合报 我刚刚要过来的时候刚好看 他说 冬奥证明的联署 送中选会有五十几万份 计证 就两点 表示他很高兴 计证是大平鼎鼎的 应该是政治的证 联合新闻网把它写成正确的证 那这就是很初心啊 我看内文并没有这样写 计证大平鼎鼎 它是政治的证嘛 对不对 那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就很普遍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用注音 我们现在打字都用注音 像我们那个连带 现在很多人在用 昌劫 没什么 对不对 大义 很多系统 可是你用注音就 一个字可能在隔壁 你就给它上去了 那就不多看一眼 现在都这样 所以 你如果在手机上读很多东西 它往往别字非常多啊 同音不同字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疏失啊 可是我今天上午 看了一家电视台啊 我们电视台有四家是绿色的 49 50 53 54 我早上看一家绿色电视台啊 它正在报道 现在最夯的记者叫做 沿西攻略 对不对 沿西攻略 当然大家都记得 魏英罗嘛 那 这两天在报道就 啊 里面有一个公女 他叫义胡 是台湾人 里面也义胡啊 一片冰心在义胡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周边的 大家就会红了 我上午看到这个 不经意的看到啊 他是在报道说 哦 演黄厚的那个人叫 怡斯曼 我差一点昏倒 哪有怡斯曼啊 怡天的怡吗 这个是 恋舌啦 他和怡就是差 那个头有没有捅上去而已 他下面是个表示的事 不是一个刚勾仪的仪 一个人下面一个表示的事 不是刚勾仪的仪 那这个念舌啊 这个字 当然也很有名啊 我不敢讲这个怡斯曼多么有名啊 但是他是我们过去老东家 TVB 五朵花之一 很有名啊 他也选过香港小姐也得名次 他是非常有名的 连这个名字都念错 那各位 看过北宋杨家这样吧 里面有个舍太金啊 舍太金 带领杨家 因为杨家的男人都战死了 要不然就被俘虏 所以他带了阳门女将 对不对 大家记得那一幕 有多少人演过舍太金啊 郑佩佩 儒彦 40年前儒彦演过啊 那这是个女中豪杰 武功了得 然后他带着木龟英 带着羊排风 大家就大惊出动 打败翻兵 大家看了好高兴 那舍太金怎么会有名 那你怎么会练错呢 他们是枪族人啊 枪族 然后他们是 等于说四代喔 尤其从五代十代 然后宋代 他其实是跟那时候的宋朝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他的女儿 这个舍太金叫舍塞花 他嫁给从北汉 来投奔中国的 就是金刀杨叶 金刀杨叶当然 非常悲壮 等于北宋杨家将里面 最悲壮的就是他 他的儿子各个骁勇善善 忠孝两前 那这个爸爸 后来因为 被朝中的奸臣陷害 变成孤军 被包围 后来自己自杀 非常悲壮 叫金刀杨叶 武功非常厉害 他太太就是舍太金 这是一个我们 筷子人口的故事 那我讲这个 我不是要表示说 我都有协议 因为这个在矽季里面 都是很普通的名字 我讲说我们在生活上 当你把这些东西秉除的话 你弃中国话以后 以后你连沿袭公列 你都看不懂 我老实讲 我们 中华文化之美里面 现在有很多从戏剧 从生活的故事 我们现在政府 打算从课本把它弄掉 那当然他的基心就是搞台独 这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但是各位朋友 文化的优美 深植人心 你拜光宫 拜媽祖 拜你祖先 那他就是一个根本 那他就是一个根本 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他不要这个根本 他现在只想到选举 你看今天上午 今天是什么 九三金人节 蔡英文今天 就去中列池了 他被人家骂 823你也不去 救灾你又笑咪咪 在那揮手 坐在银豹车上 被骂 所以他现在心慌意乱 为什么 这次选输的话 他这个主席就要下台 下台的话 谁要上来 賴清德 党主席最大的工作是怎么样 决定明年 民进党要提名谁选总统 党主席最大的工作 最能够操纵的事情 那所以 賴清德来势汹汹 蔡英文现在心 心里很慌忙 慌张 那被骂今天就赶快去九三金人节 我们为什么会有九三金人节 因为我们抗日打败日本人 我们是为了祭奠 抗战胜利才有九三金人节 你知道吗 日本人八二十五号投降 然后我们整个清队集中 慢慢去收护 日本人就慢慢的 回到日本 那我们定九一三号为金人节 那你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赶快去 现在选举到了 什么部署都有啊 对不对 各位你看 选举到了 他什么都做啊 上个 上个礼拜五 他突然执行了一个死刑 一个 为什么 就选举嘛 你都不执行 小董天天罵你 你不执行 哦 我有啊 我有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各位 这种投机奇巧 为了选票 他太明显了啦 就是说已经太明显了 所以蔡英文这两天去助选 记者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为选举 才执行死刑 臉色铁精 为什么 又讲什么都臭 他过去是怎么骂马航九 执行死刑 马航九时代执行死刑 执行 执行了 二十几个 就执行了二十几个哦 过去民进党 马航九之前是民进党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五六十个就不执行了 后来马航九时代就执行了 那那时候当然曾永夫跟罗颖邪 那因为他只有三任的法务部长嘛 前面还有一个法务部长被小董罵下台 因为他不执行 就是王清风 王清风跟我交情也不错 我就天天骂他 给我滚下来 你没资格 他人品不错 可是 你当法务部长 这是你的工作之一啊 我把他骂了 郭雪林了 我那时候组织 2100周末开奖 我天天轰他 没有人耐就给我下来 王清风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大家全力在做慰安护 就是 妇女救援基金会 他是人品很好 可是他认为不应该 他的理念认为不应该有死刑 那我说你就滚下来 后来就下来了 我那时候轰他的时候 他还找专人 跑去TVBS 拿一堆资料给我 一跌一跌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我说你废除 那你用从法律上 你自己是法律 又是律师 又是法务部长 现在的法律有死刑 你就要执行 你是第四省啊 你比三省的法官还大 一个执行是死刑 一省二省三省 而且通常还要发回更省 来回里面经过 至少一二十个法官 结果你小小一个法律部长 就说我不执行 可以吗 那今天如果法院判刑 某一个人有罪 应该扶行三年 检察官说我不签署 因为你还是要检察官签署 这个人 检察官通知他 你几月几号到 我台北地点署来报到 然后我就把你押解 送去看守所 检察官说我不签 因为他是我表哥 我不签 怎么样 然后这个人 就不用坐牢了吗 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法务部长怎么可以这样 法务部长不依法行政 就是滚下来 就没什么好讲了 小董 对这个当然大家 长期听我在讲 有一天去吃小吃摊 那个老板 跟我比大指头 大拇指 小董好 我就 我当然跟他也认识 我就一头雾水 他说我听你讲死刑 那个 然后今天报纸又登 说你宁愿当一天法务部长 把所有死刑都干掉 戴总 我听得很感动 其实这是民间的声音啦 小董不是真的说我要去求官 求一个法务部长 但是 你看这些 他有没有贪账我不知道 他就是王法嘛 对不对 邱泰山前任 法务部长他就是王法嘛 他不执行 然后嘴巴还讲漂亮 哎呀我们很胜壮很怎么样 你就滚下来最好啊 我讲真的 现在蔡英文为了嫌疾 然后被人家骂 然后记者问他 他就脸色铁青啊 然后真是难看啊 你知道 过去有民党前党是 反对死刑啊 要废死啊 结果你看这两天台北 新北 各处在嫌疾 蘇貞昌 记者问他 蘇貞昌说 灰石 一定要有社会共识 而且要有配套啊 但是现在法律有规定 当然就要执行啊 蘇貞昌这两天这样讲 四年前蘇貞昌 骂马昂九 那时候马昂九也执行死刑 我不是讲他枪辟了二十几个吗 蘇貞昌大骂 说你现在因为执政不利啊 你是用死刑来转移 我听了这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就一个人为了嫌疾 他的态度 然后可以转变 还好我们现在小董 常常讲 我们现在有网路 智慧型手机 电脑 平板电脑 小董讲个什么 你觉得不相信没关系 你就上网去找 现在网路 网路很多东西二十年都会留下来吧 四年前蔡英文大骂马昂九 说马昂九借着执行死刑 来舒缓 执政不利的压力 四年前 那蔡英文现在 现在你是在干嘛 所以讲这个 我老实讲 我觉得 我们很多事情 你要从资料里面找 都知道 这些人的态度是反护的 一个人没有立场 反护只为了嫌疾 这种人就叫做政客 是不是 我们 看蔡英文 现在嫌疾破在眉头 她现在很害怕 很害怕就要怎么样 淹水 大家骂 没关系我就给钱 对不对 我就给钱啊 补助你们 给你们钱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就出现了 今天年代报征 财单部一定年底全修改 纳税者全力保护法施行续责 在纳保法借版周年以前 要释放出减税的红包 这个减税红包是怎么样 新租的守得 特别扣除了 今年是20万 今年20万就是明年5月要报的 叫今年开始 今年到年底是明年5月报 所以从今年开始实施 其实是明年开始缴啦 各位不要被这个混淆 她说我们今年是20万 那财政部研议 这个项目从基本深入费用排除 哇排除呢 那实类底就一定要公告了 所以嫌疾要到了 剩八十几天 政府现在送红包啊 政府送红包啊 他们砍金公交的时候 告诉我们 因为国家没有钱啊 那他编了八千多一的 哦 钱在计划 所以这家又有钱了 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财政很那个 可是蔡英文又说 我执政哦 是这二十年来经济最好的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经济最好表示政府的税收 最丰益嘛 对不对 那你政府税收好 那你为什么要砍金公交呢 你要砍金公交就说 因为我们财政很差 经济跟财政是绑在一块的啊 经济好 税收就多啊 你说经济是二十年来最好 表示财政也是好啊 那为什么要砍金公交 所有东西那种 那种矛盾 已经到了无与 互加的地步了 胡说八道一彎 对不对 那如果经济很不好 为什么又要减税 小董刚刚练了一堆 对不对 你看现在联合报 选前 我们 缴税 明年五月缴税 又要减了 各位 真好康啊 对不对 那我要听信哪个政府 每个人心里都有点逻辑嘛 民进党 过去有个立委 叫林国庆 他是嘉义选出来的 他前几天宣布退党 他民进党很差劲 他说 尤其你砍金公交 完全没有道理啊 就像喔 你今天 你如果在一家私人公司 这个老板要给你退休金 对不对 你服务嘛 我们劳工退休 其实有两笔钱 很多人不知道 都想劳工退休金 其实我们劳工退休 其实是有两笔钱 不是一笔啊 一笔就是你老板 每个人从你里面扣的 然后政府在分担多少 然后这笔就是你的退休金 那另外一笔是劳保 你参加劳工保险 那劳工保险局 就是劳保局要给你的 所以一笔是劳退 一笔是劳保 两笔钱喔 各位不要被外面搞混 很多人在相比 哎呦 我们劳工多少钱 跟金公交部能比 你劳工多少钱 你都算劳退 你不算劳保啊 我小总 我是劳工啊 我对不对 我是劳工 我退休 我有两笔啊 那一般人没有啊 一般人他金公交 他就领金公交的啊 所以那是不同基础点 平等的 假平等 好那我 我讲 林国庆怎么讲 林国庆说 你今天在一家私人公司 譬如说你的私人公司 我几例啦 我是随便讲 你是台售 是鸿海 然后 到时候你退休 你本来就说 我退休 有四百万 对不对 我在这边工作三十五年 我有四百万 结果退休 老板给你两百万 我不能给你四百万 可以四百万 我公司会倒啊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 我如果给你我公司倒怎么办 当然台售鸿海 是很 体质很好的 他不会倒 我只是随便举例 大家的 各位请不要见怪 但是 你一定很愤怒 怎么可以这样 那每个人都 所有劳工团体 一定出来挺劳工 一定痛骂郭台银 对不对 一定痛骂 台售王家 哇 大家几步调怎么样 都很很愤慨 那今天对金公交不是一样吗 只是金公交的雇主是政府吗 大家散 好啊 劳工说好啊 打死他 今天台湾有什么公道吗 台湾没有公道啊 然后台湾这些劳工 又没有知识 又喜欢挺立 民进人就维护他们的利益 他们将来会被砍 到时候我不太会同情 我是劳工 我不太会同情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忘恩忽义 台湾是个忘恩忽义 而且恩将仇报 你富裕没关系 你还恩将仇报 台湾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啊 你会记得你要感谢谁吗 蔡英文今天去中列池 你要感谢谁吗 九三金人铁 祭练抗战胜利 我们在抗日的时候 蔡英文的爸爸 在帮日本人修飞机啊 李登辉 李登辉 挺日本人啊 要去当兵 他说我们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不是吗 柯文哲 柯文哲 哈哈 这个家族叫青山文哲 改名青山 改姓啊 我有时候看这些人 我老实讲 你过去那个年代 我们也不去追究 但是不要讲自己都爱台湾 自己都了不起 你今天很多东西把它摊开 祖先伟大 当然不一定表示你伟大 祖先不伟大也不表示你不伟大 但是不要敲锣打鼓自己 多么了不起嘛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们大家讲新闻就讲新闻 有些事情 你不要去强调 可是你的对手会去强调 然后他去讲自己都了不起 柯文哲 蔡英文 这些人就是这样嘛 柯文哲认为四大印 他功劳不得了 那你去翻 四大印 要几行前他接受访问 他大骂郝隆斌 为什么要办四大印 说当初如果是我当市长 我就不办 现在收割了 哇好光彩喔 这种人就是脸皮厚啊 因为他有大批的网友 大批的垃圾网友 会当柯文就是不要脸嘛 会挺柯文哲就是没脑袋嘛 就是八七嘛 不用讲 可是柯文哲有这些人 他洋洋自得啊 对不对 那蔡英文也一样啊 蔡英文现在在选举 我们在救灾喔 那个反对党喔 按指国民党啊 哇 酸言酸语都不帮忙 国民党 国民党又没执政 要帮什么忙 按照邏輯 八二三炮战 就是国民党 跟共产党在打仗 和民进党没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执政 那现在灾情来了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按照邏輯 那你民进党要负全责啊 是民进党跟老天蕾在打仗 跟 跟你们偷工减料 救灾不利在打仗啊 和我们一般老百姓 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 我们没有执政啊 而且我们被你抄家媚族 我们看到了国民党薪水都花不出来了 如何去帮你救灾 你要救灾 要骂人就说自己 大家来团结 那你这种人不是脸皮厚吗 各位你想想看 我刚从死刑 死刑他骂马昂九 对不对 那骂马昂九是为了 来疏解自己执政不利的压力 那你呢 你呢 所以很多东西一拿来做比较 这些人的什么行径 马上就看了一清二楚 各位朋友 林国庆讲的对 那我今天金公教 被你政府这样 违背誓言 然后把我们做掉了 那今天我如果是私人公司 你会同意吗 那你不同意今天政府 可以这样干 你们不讲话 是啊 我们今天看到 他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啊 我们等一下继续骂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刚听到潘怀东的广告 我的好朋友 潘怀东是新党非常优秀的 他在衙明大学过去当教务长 要理学专家非常厉害 他第一次选举啊 我那时候在联合报 我写过他名字 他好感动 二十几年后他碰到我 他说我名字第一次见报 就是被你写 那是民国八十五年 李登辉第一次选总统 那时候也选国代 那很多人认为李登辉搞台独 当然那时候很多 国民党很多人不认为是 我们当然认为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挺林良港 跟郝伯春 我们那时候李登辉 卖台 民国八十五年喔 因为李登辉的行径 他接受司马辽太郎访问 就看得清清楚楚 他根本就是一个日本的 想法完全是日本的 我不好意思骂走狗啦 因为我会侮辱到人啦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大家记得民国八十三年 赵超康选台北市长 政见发表会 他发表什么 他没有针对他的对手陈水扁 或者黄大多讲任何 他从头到尾就是练一篇 就练一篇稿子 这篇稿子就是李登辉的台独表 那时候国民党前党出来轰他 哎呀你胡说八道 这选台北市长怎么可以这样 那全国公开的 因为三个人要来辩论啊 要来那个对不对 中选会啦 要来做政见发表 要来看不是辩论会 全国都在看 怎么赵超康念一篇这样的稿子 然后大家打麻 你选台北市长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那时候台北市 是全国大家目光的焦点 然后骂 骂到最后 现在你要讲李登辉在搞台独 大概没有人会辞意见 你说李登辉是统派不搞台独 李登辉可能会告你 我明明是台独教务 对不对 可是我讲八十三年 二十四年前 二十四年前 谁的真知灼见 赵超康啊 你来检视嘛 新党的赵超康啊 不是嘛各位 我们就事论事啊 我们很多东西你讲的 当场大家不一定 不一定会同意 小董现在讲你说 你这怎么样 过几言以后来看 只有小董是对的 就好像我讲三一一 日本核灾 我说你们全世界都在胡说八道 那什么媒体嘛 说三个月 那五十个壮士 会死掉百分之七十 死因胡射 我说不可能 一个都不会死 你们没有知识 夸大 现在呢 现在没有人因胡射死啊 现在全世界不缓和啦 现在只有那几个人每天在骂马 很久 违背世界潮流 胡说八道 现在全世界都在建核电厂 日本重启了九座核电机组 日本是三一一的 受災国家的 美国英国都在盖 那些都胡说八道 每天 然后什么缓和人士 全台湾我最瞧不起 就是这些缓和人士 用电用的比别人多 然后每天讲 我们缓和 我们怎么样 一群垃圾 我真的讲 就是一群垃圾 嘴巴在讲漂亮 各位你把它检视嘛 小总讲的东西 我经了几 时间检验啊 就像我刚讲 二十四年前 民国八二三年 赵召刚讲李登辉是台独 他有一个台独的进程表 各位不相信 有没有进程表 有啊 二十 二十年来的教改 你看不到台独的进程表吗 现在为什么一堆年轻人 添难读 因为我从课本里面 我跟你改啊 我从政治周遭 媒体我跟你改啊 现在很多人认为 对啊 台湾要独立啊 这个就是洗脑啊 这就是台独的进程表啊 你看得懂吗 对不对 你现在看结果是这样啊 民国八十五年 一幕名跳出来讲 李登辉有派人去跟对岸谈喔 两岸有秘史喔 李登辉前盘裸论 被子民的苏志诚说 没有绝对没有 对不对 各位 结果有没有 有啊 去二十七次 什么照片什么都出来了 有没有 有啊 那时候大家骂 胡说八道 新党乱讲 我不是讲新党后怎么样 我也不是新党党员啊 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那我们就是论事嘛 你现在再来检验 是不是 二十年以后他才发现 哎呀一幕名讲的都是对的 那时候照片都在这里啊 当事人家也承认了 当初火烈的那些人通通承认啊 各位政治就这样 可是有谁来还当年这些人的公道 是不是 各位我讲 我们看政治 看一些政治人物 你要长久来看 即使他现在 可能不得志 或者 只是说啊他声音被淹没 现在最强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跟他的团队是一群垃圾嘛 你还用讲吗 他每天用假的东西 栽账别人 他们没有受到处罚啊 他们就 反正我有 我有选票我民意最强啊 可是他们就是不要脸啊 你人再多就是 就是一群不要脸的人嘛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不要脸 忘恩乎义 恩将仇报嘛 就这种 这种事啊 他栽账年胜文 现在有道歉吗 没有啊 他们就是这样 蔡英文他们显赢了又怎么样 他有自国人力吗 各位 我们看很多东西 你要看嘛 所以我 我刚刚听潘外公 在广告里面这样讲 我是有感慨啦 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了 他下一次 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陈彦博 陈彦博说 我淡江的学弟啊 很要好 他们只有两席 你知道 我们在市议会要三席 才构成一个党团 才有办法 参与政党协商 那现在只有两席 他们就觉得 哇 我们是不是要再加强 那没关系 你就努力嘛 我讲实在话 我当然每个党都有 很多好朋友 但是 我有时候看很多新闻 我都 我都会有 連接的感慨啊 譬如说蓝仙 刚刚跟潘外公 蓝仙是枪竹人 你知道吗 你刚记得我刚讲枪竹吧 我讲舍太金 你这就叫做连接啊 舍太金喔 他不姓舍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枪竹是外国人 那时候的观念是外国人 他们本来姓哲 打八哲 打五哲 那个哲 这个哲很少 他爸爸是 是一个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一个节肚使 他们那边叫永安金 永远的永 安定的安 他们在五代的时候 就是一个地方的势力 地方的 翻证歌迹 他们就是翻证 又会打仗 然后又自己 擁有自己的兵力 他爸爸叫 哲德依 道德的得依呢 这个依很少见 各位一定要用笔 把它记下来 你都认识一个字 窗户的户 下面是个衣服的依 叫哲德依 他爸爸 那当然因为这 这种翻译的音 舌太军就 到 到 宋朝到 到天波舞 他们叫天上的天 水坡不星的坡嘛 坡浪的坡 所以就天波舞 舌太军 哇大家大名鼎鼎 帅领 杨家领将 哇 大破 翻兵 哇大家鼓掌 真故事真好看 他 因为他是传奇 那这种民间的传说 比历史更有说服力 因为不管你事不事智 你都觉得好感慨 好感慨 哇这个老奶奶真 他叫什么 他叫舍赛花 比赛的赛 花木兰的花 他叫舍赛花 可能是我们宋朝的人 帮他起的名字 因为他的故事很传奇 他老公更传奇 但是 这种就是 让人家敬佩 他老公 原来在北汉 大家知道五代十国 有个国家叫北汉 然后投奔大宋 然后为宋朝而死 自杀 他就淡尽延节 然后被朝廷的奸臣陷害 他就看到那里有个慈悲 就 就跳上去用头去撞那个 这个悲是李寧悲 那就撞死了 各位 这就是标准的金人精神 今天是金人节 多少金人为国而死 抗日的时候 光 江金 死了一百多个 你说 国民党怎么打仗 江金死了一百多个 金人呢 大概死了 大概快三百五十万 光金人 老百姓更不用讲 老百姓没有防护 老百姓死了快三千万 三千万老百姓 金人三百三百万 江金就一百多个了 这个状态啊 才有今天的九三金人节 他们为国家牺牲啊 他们被骂 被民进党欺负 糟蹋 各位你看 这就是实情啊 所以今天 蔡英文要嫌棘 趕快 我到中列池 你也配走进去吗 你是什么中列啊 你笑死人 你现在看到 亚印打得不错 十七片金牌 太好了 马上派 派我们的金基去迎接 哦 金人现在又有利用价值了啊 金人代表 国家的荣誉 然后呢 你抬死珠想到他了 你那时候招待他 你怎么讲 说你这个叫改革 你欺负人家 招待人家 就叫说你是改革 你改什么革啊 他有脸走进中列池 他脸皮超厚 他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各位你想想看嘛 我要是那些中列 还有英零 我们每个人都把眼睛遮起来 这种什么三金统帅 垃圾总统 什么三金统帅 他怎么欺负金人 他要利用你才 才想到啊 哇 金基迎接 亚印的选手 抬死珠就叫金人去 而且告诉这些金人 明天中午之前 这些死珠 死鸡通通给我清干净 他是命令哦 然后 我们军队只好派出大批人马 各位 死珠要怎么抬 死珠都快发错了怎么抬 现在大家吃饭我不要讲 一个人抬一只脚啦 用拖啦 半拖半推啦 你 那是怎么样的心理啊 诶 我们这些金人 二十到二十二岁 几乎都是家里的独生子耶 今天 我们一个不尊重金人的三金统帅 干这种事情 我真是觉得羞羞脸啊 等一下回来继续开罵 不要放过他 回到小董真心话 其实你不要看九三金人节 有这么多金人 他们入市中类池 消防员入市中类池 对不对 那是让人敢配的一批人 为什么 因为他牺牲的是性命啊 今天最重大新闻 其实 是什么 宜蘭 宜蘭的海边 这个海边叫内皮 你看七个人 现在找到了三十 还有三个失踪 有救回一个小朋友 这个小女孩 被救回来 救她的人死了 各位 这个就了不起 她和爸爸去救女儿 那是不一样 她跟这个小女孩是不认识的 她跟小女孩完全不认识 她带她女朋友在 她从楼东 然后到这里来找女朋友 就顺便到海边 看到小女孩掉到海里 然后下去抢救 她的方法是错的 她牺牲了性命 这个人 让人家敢配 各位你如果到野柳海边 我刚碰到一个好朋友 她带她指你去野柳玩 因为今天礼拜一可能 店里的生意比较普通 或者比较怎么样 就去玩 我刚刚讲说 要防晒 过去去野柳 我们欠人家 小心不要掉到 掉到海里 你到野柳 你看到那里有个铜像 这个人叫林天真 她是野柳那边的农夫 过去能够到野柳去玩 就学校演足 有个小朋友掉下去了 她是遗夫 林天真是个遗夫 下去救人 死掉了 然后我们跟她立了一个铜像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课本里面就有这种人 到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课本里面都充满了台独 充满了建国 不是吗 我们没有对一些 国家为国家做牺牲的人 我们要想方设法 让大家认识 这是一个人的人格 我小学课本就有林天真 我国中课本 就有一个黄阿毛的故事 什么黄阿毛 日本人亲类 中国大陆进入上海 逼这个卡车司机 你载我们 然后我们上面有金火 我们要进入 上海了 她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然后 她就把整辆车开到黄埔江 大家一起死 车上了 二三十个日本人 日本兵跟她一起死 我会死 你也死 我一个换你们二十几个 有这样的故事 这作者是谁 作者叫易嘉叶 一家叶 他爸爸是一个诗人 叫易十福 实际的福 福是杜福的福 一家叶 是我过去一个朋友的故障 他自金走 金子的金 左右的走 他都叫他易金走 北大毕业 我过去 我为什么讲我这个朋友是过去的朋友 因为我现在很不齿他 很看不起他 鄙视他 这个人 要教易金烈叫故障 这个人叫姚立明 我过去主持节目 他有时候来 会跟我聊天 聊一聊就聊到 我说 欸 我说易金烈他出过哪几本书 他是怎么样 他家里 姚立明大声一声 蛤 你对这些东西那么熟 我说没有啦 我当记者 又会读 又会看一些书 就是大家闲聊 我就可以告诉你一堆事情 我不是讲我都有本事 我们做记者很多连结 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连结 就你讲枪主 我就会想到蓝仙 会想到舍太金 舍太金 就会扯到舍失案 对不对 就是他这种连结 有时候你讲起来很有故事性 可是 有连结 你的印象就会深刻 各位朋友 这是小董 维持好记忆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说 你记忆怎么那么深刻 因为我把很多东西连结 串在一块啊 你们没有啊 对不对 读书要有方法 记忆要有方法 我们当记者 我们也有方法 要把有一些东西连结 我们就会记牢嘛 各位 这就是一个方法 但是 我不再扯这个 我告诉大家 其实哦 你今天看到 台湾的情况 险境 可是我们现在执政的人 他为了险棘 他就丢出了非常多东西啊 执政有很多支援 譬如说我今天在中央社看到一篇报导 这篇报导 就引述纽约时报 他引述纽约时报 因为他讲到金门 我就很特别关心啊 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啊 他叫何贵森 富贵的贵 当然是翻译啊 各位可以上中央社看 富贵的贵 森就是我这个森 三个木 这个森 当然贵森森啊 何贵森 他就讲 这是通水 金门人 对中国大陆的情节 五味杂成啊 然后年轻人 对于那个 中国大陆一直跟我们四好 给我们水 都怀有疑虑啊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怀有戒心 乱讲 里面跟乱讲说金门 没有 因为跟台湾不一样啊 金门没有被日本人统治过啊 台湾有啊 所以 金门人就心向祖国 你是懂不懂啊 你访问了 那些人根本不懂 你这是什么记者啊 金门人被日本人统治过 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都认为没有 金门人被日本人统治过啊 我们被他统治八年啊 日本一下来就占领金门啊 金门因为那时候边垂 所以 日本边上来就占领了 我村中有个人还被日本人打死 因为他手 我们有些人手是有问题的 他手 平常就只能放在 胸部这里 你知道吗 那是一种病啊 习惯就放在这里 当然可以放下 可是 手没办法握紧 这姓董嘛 当然我们村庄 日本人以为他拿了武器 严严叫他 那他很害怕 他也没看过日本人 日本人说 你给我停住 他越走越快 日本人想说 这个人一定是抗力分子 而且手 看不到他拿什么东西 因为背影嘛 一枪就把他打死 这个人叫董正 正地的正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是我同学的叔叔 我小时候听他妈妈在讲 讲到这个儿子就哭 生下来就有点残障 日本人一言不发 一枪就把他打死 我听他阿嬷在小时候就在跟我讲 各位 你要写一篇报道 有些基本的背景 你要懂 纽约时报这什么记者阿 然后中央社 哇 四围那个 赶快拿出来 哇 把他翻译登上来 然后联合报 新闻网马上把他用 哇 好像大家讲人生了 没有这回事 第一个 金曼仁被日本人占领过 第二个 金曼仁没有五位杂成 金曼仁非常清楚 民进党 不重视他 他现在县长不提名 像他唯一的议员退党 前两天宣布退党 陈长江记不记得 我上个礼拜有在节目上讲 退党 你民进党的作法 我在这边为民进党奋斗二十年 结果你的作法 越来越背离民意 我不嫌阿 连嫌都不嫌 不要讲退党 退党又退嫌 他是先任民党唯一的议员 你今天看到了 台湾 民进党为了他的政治前途 然后他现在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 包括我刚刚讲的 因为专业社是他一个资源嘛 他去释放这样的讯息 然后让台湾的人认为 其实金门的年轻人 也是在天然独 哪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去金门随便问一问 然后说他们也有疑力 没有啊 他们希望两岸 尤其金门 跟夏文赶快桥赶快通 店赶快通 大家都希望这样方便嘛 你会不会被他统战 他天天要统战你 你会不会被他统战 那是看你的本事 我们就不会啊 我们干嘛被他统战 那是两个 不同的深入形态 当然你要说大家将来 不要打仗 是大家共同的信念嘛 但是你今天看到民进党 他就用这个东西 用他的资源去行诉 然后让台湾的人一看 哎呀 連金门的年轻人都对中共 通水给金门有疑力 或怎么样 有什么疑力 你台湾有200万台商 在中国大陆赚钱 钱哪回台湾本岛 你们在用他的钱 你们没有疑力 我们用他的水有疑力 你有什么逻辑啊 各位朋友 是不是 台湾这些企业家 哪一个人没有 各位你想嘛 我们现在 十大有钱人 都是电子大亨 跟金融大亨 对不对 哪个人没有在中国大陆 做生意赚钱 都有啊 但赚钱是贫你的本事 赔钱也是你的 也是你的 倒霉而已啊 本来就有赚有赔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民进党他执政 他把所有的资源拿在手上 然后讲他的 令人不齿嘛 对不对 当然更令人不齿的就是 嘉义的检察官啊 张花冠去告陈棉文姓骚 礼拜五 说不起诉 这个不是令人不齿吗 张花冠7年9月就告了 告到今年9月才先判 那你这是什么检察官 姓骚是一个人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有这感觉 而且有屠为证 你这什么检察官啊 你要不要脸啊 你今天是看了民进党执政 看张花冠已经 已经没有下文了 12月就要下台了 所以你今天赶快去讨好陈铭文 查好民进党 你这什么检察官啊 这种案子要查 那么久吗 令人气愤